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自然的融入了实践的一个大家庭里面 我觉得很多演员跟实践合作过后都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不管自己是associate director或choreographer 还是演员还是朋友 我觉得我都会很尽力的很努力的去把它做得很好 也会非常享受的去跳入这些过程之中 那么其实我有跟健鸿 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将接老九这个project的时候 第一样事情我就跟健鸿说 健鸿把那个老九2005的音乐剧的版本交给我 也一起把那个上次那个舞台剧的那个版本的 那个archive的DVD也交给我 我想去看一下 但是很奇怪就是我在看那个表演的时候 突然间我到了那些舞蹈部分 我都跳过了 我都不愿意去看 因为对我来说 作为一个choreographer 我是很image driven的 我就马上会看到脑子里面一些画面 就是说在排舞之前我会看到一些画面 但是我却不想让这个之前做过的东西去影响我 或者让自己觉得我必须特别努力的去改变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因为我觉得这样就会 可能在创作方面会后退一步 所以我没有这样去做 然后很多时候 每一个演出啦 就是说每一个制作 在准备的时候 我觉得它都是很独特的 它都是很特别的 老九也一样 我把片舞看成是 就比如说是一场游戏吧 就说 这个游戏 你的手上的道具是什么 每次都不一样嘛 然后怎么去玩 玩的时候是否要让 就是说周围看到的人 要让他们觉得我也想玩吗 也想参举吗 就是说 之前用的一些手段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制作都不一样 包括这一次的老九也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团员嘛 都很不一样 他们带来的一种 dynamics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我就从他们身上抓东西 所以 从那个写词人 小韩创作歌曲 Eric还有 编曲文福 他们那边 我们之间 做了很多email的一种交流 就说在创作的时候 一些灵感啊 一些ideas 他们都有跟我交流 就从这些东西 我都会 把它们放在一起 更把脑里那个picture 加上颜色啊 拼起来啊 就慢慢这样子拼 我觉得我的创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我觉得 老九因为他的那个背景嘛 他的setting就是80年代 也是我长大的一个setting 所以我第一个东西 就是先找一些vocabulary 就是说 就说 回想起80年代 我自己做过一些东西啊 我可能chat day啊 或者说 吃过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啊 然后玩的一些游戏是什么东西啊 跟朋友之间 放学后去的一些地方啊 从那里就慢慢 找这个剧里面的一个vocabulary 我也不想说 他是非常典型 80年代或非常现代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就是希望 从找到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vocabulary 特别的一个语言 来放在这些动作里面 变舞 变舞就是讲故事嘛 我也要演员在讲故事的时候很舒服 我不希望给他们一些动作 让他们做起来不舒服 所以我必须 从演员身上抓东西 他们哪些动作 我觉得做起来 他们会比较舒服的 从那边就慢慢去改变 所以 因为他有几出戏里面 好像考场的戏啊 他整个treatment也比较abstract 因为他可以是真正在考场里面 但是观众也可以把它perceive成 是老九脑子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那些部分 就可以往比较abstract的一个方向走 在肢体语言方面 但是我觉得 我这个老九的时候 我这个angle进去 很多时候我都不会特别说 用人的一些动作 来做choreography 我会用那个space 就是说我会拉得很远 看整组人 这整组人制作的出来的一些pattern 他们整体的choreography 是怎么样做的 我觉得在我的 我在选择艺术这条道路上面 我觉得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父亲 因为其实 真的是他给了我肯定 他给了我一双翅膀 他给了我选择 因为当初其实自己很想离开新加坡 就是说到欧洲去做歌舞剧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你想了很久 就是说真的是几年的时间都不能去 因为那时候父亲也病重嘛 然后自己觉得不应该离开他 还是留在新加坡 就是继续做自己 在新加坡能做表演的一些工作 但是后来父亲就知道我 真的想去就跟我说你去吧 这是你要做的东西 因为其实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也是歌手嘛 他也唱过歌 然后因为那时候打仗的时候 他就自己的梦想也破灭了 就没有去做 他就跟我说你应该去外面床 你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读书读那么好 为什么不要继续读 你有能力不要做艺术的东西 但是我父亲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却跟我说你必须去做你 能让你快乐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对我印象最大的一个人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来观赏老酒音乐剧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 没错老酒就是我 没错老酒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